随着全国大选随时都可能开打 现在朝野双方不只说在中央政权上是动个你死我活 在个别州属也是火力全开的 一直在宾州扎根的民政党 这几个月来对于行动党的炮火就全面升级 频频的在挑起不同的议题炮打火箭 而其中一个被挑起的就是宾州水费的课题了 早前林冠英说 中央政府为了要让宾州和其他的州属的水费是相符合的 所以要求宾州调高水费 但是民众党总秘书梁德铭后来就以他国家水务委员会主席的身份 向媒体爆料说 其实宾州政府一早就有意要调高水费了 他还叫林冠英不要诋毁他 结果这就引来林冠英的不满 说在大选来到之前出现这么样的指控 是具有政治动机的 宾州首长林冠英今天周K记者会 指国家水务委员会主席梁德铭公开透露 宾州政府原本有意要调高水费一致 已经违反了2006年国家水务委员会法令第41条文 还说如果梁德铭觉得他被诋毁的话 那可以诉他诽谤 不要像个懦夫一样 针对林冠英在2013年曾经指控民众党在位期间 以一令吉一平方公尺的价格 出售单容冰榔的填海地 早期民政党就入兵法庭 告林冠英诽谤 林冠英今天就回抢民政党 说他发表这番言论已经是四年前的事了 为什么等到今天才来告他呢 被林冠英点名之后 梁德铭在叫后发表文告表示 是林冠英先企图诋毁他 指他暗示中央政府强迫宾州提高水费的 所以林冠英应该停止转移视线 或隐瞒水务公司背后的事情 应该要向大家来公开有关的信件 让民众判断谁是谁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